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在你的生活中 你是否开放地让圣神引导你 或是无意识地将他捆住了 让今天1月24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释放圣神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马尔谷福音第三章 第二十二至三十节 那时候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师们说 他富有贝尔泽布 又说 他赖魔王驱魔 耶稣遂把他们叫来 用比喻向他们说 撒旦怎能驱逐撒旦呢 一国若自相纷争 那国就不能存立 一家若自相纷争 那家也将不能存立 撒旦若起来自相攻击纷争 也就不能存立 必要灭亡 绝没有人能进入壮士的家 抢劫他的家 除非先把那壮士捆起来 然后抢劫他的家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世人的一切罪恶 连所说的任何亵渎的话 都可得赦免 但谁若亵渎了圣神 永远不得赦免 而是永久罪恶的犯人 耶稣说这话 是因为他们说 他富有邪魔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 这一段圣言 今天 耶稣向经师说一个比喻 绝没有人能进入壮士的家 抢劫他的家具的 除非先把那壮士捆起来 然后抢劫他的家 的确 要进入壮士家抢劫 首先要制服壮士 因为壮士是家中最强壮的人 一旦解决了他 抢劫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 今天 让我们把圣神看为福音中的壮士 而壮士的家就是我们的身心灵 圣保禄说的 你们不知道 你们是天主的宫殿 天主圣神住在你们内吗 天主的宫殿是圣的 这宫殿就是你们 格林多人前书第三章 第十六至十七节 圣神就住在我们内 然而 多时我们却不让他做主 还以各种行为 亵渎了圣神 以及他的宫殿 并让我们的不解 且没有纪律的生活 捆住了在我们内的圣神 比方说 我们大吃大喝 让自己贪食的欲望掌控我们 或是整天无时无刻用手机 看网络上的爱情 色情 暴力片 沉浸于网络的虚幻 而忽略内在的自己 及他人 或是我们每天抱怨人生 对每件事都不满意 把负面能量传给他人 等 福音中的经师就是这样 他们总往不好的地方想 即便耶稣在做好事 传递爱的讯息 他们却诬告他 富有邪魔 赖魔王驱魔 经师让嫉妒和偏见 把他们心中的圣神捆起来了 使他们不愿深入分辨 何者为善为恶 让我们不要重蹈经师的负责 却要藉由祈祷和顺服 实时开放自己与圣神 允许他带领我们 活出基督徒的身份 活出爱的照教 请品尝圣言 壮士被捆住后 家里一切好东西 都被强匪洗劫一空 这多么可惜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不要马上拒绝圣神 透过他人给我们的启示 因为这样 可能把圣神捆住了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亲爱的圣神 祈求你指引我 使我在私言行为中 都符合天主圣善的旨意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释放 住在我们内的圣神 让他引导我们 活出天主的旨意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